四电一脑生产者责任制 8月1日起实施 当日起出售的冷气机 雪柜、洗衣机、电视和电脑 政府都会向入口箱 征收循环再造费 电器的售价可能会加 而且零售商送货的时候 未必会同步收回旧电器 由沉慧欣讲一下新例实施之后 和现在有什么分别 8月1日起,卖四电一脑 付钱时你会听到这句 当然都有成本 政府规定入口箱 每件都要给循环再造费 不论便宜或一征费 洗衣机、冷气机 每件收125元 电视和冰箱就收165元 而所谓的一脑就会细分 电脑主机、裂印机和掃描器 每件收15元 电脑屏幕就收45元 是不是全数转价消费者 间间不同 这间大型电器店就说不会 物料、租金、人工 甚至海外地方的汇率 这些反而是对我们的成本压力 是多于征费 所以其实在征费上 就算8月1日之后 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我们又需要价格 不过上水这间小电器店就说 来货价已经升了 很难避免转价消费者 每件货大约是200元以上 差不多 尤其是冷气 升得很厉害 出了标签之后也有价格 除了有机会要给多些钱 新例实施之后 还有一件事可能会麻烦了 就是送新电器和收旧电器 未必是同一天 政府委托了一间叫欧陆宝的环保员公司 在全港收旧电器来循环再做 零售商送新电器的时候 不会免费同步帮你收旧电器 只会联络欧陆宝来收 最多相差三天 客人来说当然最好是 免费同送同收无缝交接 但是可不可以保证真是无缝的交接呢 这一刻就未必做到 有没有保证送新电器来的同事 同步收旧电器走 如果想的话就要光顾升级服务 大的零售商额外收100到150元左右 就肯同步帮你收旧电器走 不过对小店铺来说 收完旧机不可以立即交给收卖佬 要找地方放 存起交给欧陆宝 就算做到升级服务 也要收贵一些 可能收你300至500元 小生意怎能承不住人手 承不住人手的 只是选客来做的 没办法的 他又说对新例很多规定都未清楚 担心会影响生意 有先知记者陈慧恩报道 没有 他为何